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可以从这个主要的画面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在分析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来自于网络一般的截图 那截图的其实情况比的鱼比这更多 有许多人刚学习画鱼 他只能画一条两条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些观念的问题 鱼竟然我们把它拉近了 我们希望中近距离 那还记不记得我们前两个影片里面有拜到 海岸线有一堆岩石 那我们希望我们把它划成中近距离丰富的色彩 那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能害岩石的岸面 那这个鱼显然没有岸面 那你怎么办 能够哪边找到色彩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观察 那我们把这个纸头放大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好多色彩 鱼本身倒是没什么色彩 可是水面有很多色彩 水底也有色彩 所以某些色彩我们可以用来做中近距离的题材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素材 我们就可以来表现出中近距离的感觉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对比变大 意思就是说它的明暗对比变大 其实我们不用做它已经对比很大了 就是你从图形看得到 那再来就是它的edge能不能做出众生 也就是说从水的上面 水的表面到水的下面 这三层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做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edge是最擅长作为众生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是从上面看这两条鱼 所以它的众生就从上面 中间 水面到水下 好了 这里呢 什么东西在水上面 就是这两条鱼的身体的上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水波纹 这里的水两个颜色是不太一样的 可以看出来这里就有一条水的波纹 那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波纹的效果放大 那么就可以让这个水 这个鱼的身体的上半部 它就浮在水面上 于是我们就表达了水上 那么水的水表面就是这些波纹 这些波纹必须把它夸大它 放大它的长度 意思就是说这个波纹必须连接到这个亮面 这个亮面有一些环形的围绕 必须穿过这条鱼的身体 那这样的话就表示鱼这一部分的身体 鱼的尾巴的部分在水底下 好了 那我们就产生了两个空间 也就是说上面就是鱼的身体 水表面就是波纹 再来水下面 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彩 水下面一定是比较暗嘛 那我们就知道它可能是一个深色的 那我们知道深色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色彩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色彩在水底下 还看约略很暗的情况 约略看得到形状 这个是蓝色 所以当我们用暗红橘色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在水底下 因为补色的关系 色轮的补色 我让它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就是色轮 你可以看到这个橘色的对面 它就是蓝色 所以你的橘红色呢 对面呢 如果你放的这个颜色 或者这个颜色放的这个颜色 刚好是180度的对角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补色 这样的补色 你看两个最暗的颜色在哪里 绝对不是这个跟这个 一定是偏这边的 这边的明度都比较暗 所以你从这里面去挑出最暗的明度的对比 就是180度大概只有两个 一个选择就是这个跟这个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跟这个 也就是绿跟红 橘跟蓝 这两种组合 好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 当我们看到鱼的下方 我们要表达垂直空间的 最下面的水底的时候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应该有两个颜色 也就是蓝跟橘 要不然就是绿跟红 显然这边已经有蓝了 所以有橘色是最好的选择 好这就是一个色彩的规划 在你还没画之前就已经想到了 那因此就可以想到说 我们待会的色彩的交界 要怎么开始使用 第一个一定是大笔的刷过 这个有稀释剂 要流动的地方 必然不能让这两个色彩混在一起 而且因为我们的两个色彩 最后要做成赤交界 所以呢 你就尽量在涂色的时候 让它维持完整的色块 这个呢 是最后面再涂上去的 因此呢 如果是这样 让鱼要融在这个水底下呢 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色彩是涂上一次以后 再用纸巾把它擦干 这样的话呢 鱼的下方的色彩 就会跟环境有所关系 因此就得到一个结论 西世纪必须横过这个整个空间 然后呢 上完颜色呢 很快速的用纸巾擦出上方 这个色彩的部分 这个部分呢 因为你擦过了 很快速的擦过 它就干了 干了以后呢 你待会要上白色的覆盖 就非常的容易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画图的 或者是我们 对我们自己的创作的一个规划 也就是说你对你的规划越清楚 你下笔的时候呢 就越肯定 速度越快 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放西世纪 量要多少 要不要让它流动 它的角度要多大 它的色彩未来是放在哪里面 擦干了以后是哪一个部分 哪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最后面才要去画 好 等等等这些东西 听起来很多很复杂 听起来很多很复杂 人家说 熟人生巧 那 反正下雨天哪边去不了 你就拿器笔 试试看 翻翻黄历 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很好画画的时间 都是最棒的 上等的即时 好 我们下次再聊